鹏城城镇有个世界文明的鹅场 鹅城城海有群世界文明的城海石头鹅 我不是在玩鞋鹰格啊 他们两者还真的发生点关系 鹅场上剧头啊 不要不要不要到想法就会听到啊 沙头城海受产入制鲜美的石头鹅 养殖历史已有三百多年 石头鹅未美可养殖不易 因为一旦一只鹅有病就容易传染一群鹅 发现不及时就会给农户带来极大的损失 2022年夏天 一群来自深圳大学腾讯云人工智能特色班的大二学生 走进了汕头城海的鹅场 开始了一场AI应用的挑战 用人工智能识别病鹅 我们把那个数据从采集到存储到建模 然后进行简单的推理 把小鹅温度啊 鹅的一些图像的识别 比如说它的位置 长久的不动啊 这些基本的简单的病状来识别人也预警 就避免了这个鹅病的残割嘛 提升鹅的存活力或者提高它的产量 通过鹅脸识别 温度监控 病鹅追踪等手段 24小时照顾鹅群 可以有效提升石头鹅生存率 说起来似乎不难 但实现起来其实一点也不简单 我们学生一开始觉得还挺难的 就因为每一步都会碰到一些问题嘛 首先就是信号不好 在这里其实我们掏出手机 大多数情况下可能就只有一个信号 或者是两个信号 然后经常这里还会停电 那我们首先先要保障 我们的设备能够一直的正常运转 这其实也是一个刚开始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然后在解决这些之后 我们就要想这个代码 在这么出过这么多次错之后 我们还能不能正常去自动启动它 就是说我们要抛弃掉一个人工 去手动开启 或者说是一个手动维护的一个过程 因为不可能要求我们有人住在这里 跟在这里一百多天 为了让AI准确识别出病额 这群计算机学霸 自己得先成为半个养额专家 对于不同的病症 它是有不同的体现的 白白的会受过伤 毛发不完整 掉的挺多的 有些皮肤就露出来了 学生们弄懂额的习性后 如何让机器也学会养额 就成了最关键 也是最难的环节 暂时之前 还没人用AI养过额 在这个额 尤其是养殖业吧 尤其是一个石头的这方面 确实它的案例比较少 我们也是说 可以说是比较 最先预理的去尝试 就是说在这个行业里面 去应用这个 这工资的这个技术 通过搭建 额脸数据库 额厂实地考察 翻阅养额论文 不断调整算法参数 业内首个病额 实力算法模型 终于训练出来了 第一步跨过去之后 后面其实就是说 跟偏线也优化的过程 我们也是非常有信心 因为我们之前 已经记了一些经验 让我把掌声送给这三位姑娘 未来以来 人工智能的应用 不只是星辰大海 更应为普罗大众的行业 带来创新和发展 释放更多的可能 算是我们 用我们自己所学知识 为社会创造的一定的价值 实现了我们大学中的 应该做的一些事情